被骗进国外诈骗组织后 我混成了销灌 我像个机器 不吃饭不休息 两眼一睁就是骗 同被骗来的人都说我疯了 你不知道这里是虎狼窝吗 和我们一起跑啊 可我不仅没跑 还反手把劝我逃的人都举报了 大家都以为我是个被洗脑成功的疯子 只有我知道 这不过就是我计划中的一环 以后谁敢背叛组织 这就是下场 园区的负责人杰哥表情英质 一个眼神示意 身后的壮汉立刻扬起沾满盐水的鞭子 狠狠抽象中央空地上躺着的女人 不 那已经不能称为人 而是一具胸口只有微弱起伏的尸体 他身上已经没块好肉 背上遍布黑红烙印 脸也被划得七零八落 看着十分猙獰可怖 鞭子在空中发出凌厉的声响 打到他身上 他却毫无反应 知身体下意识静� 围观者纷纷露出惧怕的神色 有知情人低着头窃窃私语 听说他是线人 当年故意进来的 带着资料想跑路时被发现了 围观者纷纷露出惧怕的神色 有知情人低着头窃窃私语 听说他是线人 当年故意进来的 带着资料想跑路时被发现了 杰哥也真狠 每次来新人都要把他拉出来当众折磨一遍 就是吊着他的命 不让他死 想死哪有那么容易 让他生不如死 岂不是能杀鸡井猴 其余人听了 更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那个女人被粗暴地拖下去 我默默掐紧手心 面上却无波无澜 仿佛已经司空见惯 杰哥满意点头 朝我挥挥手 我顺从地走过去 这是园区去年的业绩王 李福 他简单介绍我后 又看向那张张坠坠不安的脸 笑得十分阴森 既然来了 就别想着再逃 在这里 业绩才是一切 做得好 自然会有享受不完的好处 但如果不达标 他没说完 然而语气里的威胁意味 昭然若揭 园区很大 四周都是高高围起的电网 到处能看见鹤枪实弹的士兵 牵着狼狗巡逻的身影 被骗进来的新人脸上 浮现出浓浓的绝望之色 李福 你好好带他们 他正要离开 却被我突然喊住 杰哥 我举报 有人想跑 安静的人群 因为我这句话 顿时引起不小的骚动 毕竟刚才那个女人的惨状 还在他们面前挥之不去 谁 杰哥沉下脸 眼底滚动着毫不掩饰的冷意 他们 我只向刚才低声说话的三个人 李福 你别血口喷人 其中一人心虚片刻 恼羞成怒 朝我高声喝道 旁边立刻有大汗冲上去 狠狠扇了他两巴掌 表情森冷 看清楚你面前的人是谁 那人嘴角流血 脸立刻肿了起来 不敢再开口 我勾勾唇 丝毫不为所动 作为业绩王 这点特权我还是有的 证据 杰哥紧紧盯着我 脸上露出探究之意 我知道我刚来一年 虽然杰力表现出被洗脑的样子 但他毕竟是老油条 多少对我还是心存怀疑 不过没关系 这次之后 他的疑虑会彻底被打消 我拿出和外界中断信号 只能作为娱乐工具的手机 播放了一段录音 李福 你不知道这是传销吗 别被骗了 快和我们一起跑吧 你们想跑 不怕被发现 怕什么 我们只是假装被洗脑 实际上已经偷偷计划好逃跑的路线了 你如果愿意走 今晚十二点来小花园 录音结束 那三人也是面如死灰 还真有不怕死的 杰哥似乎觉得很有趣 缓缓笑了 二 杰哥 是我们鬼迷心窍 饶我们一回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那三人痛哭流涕 爬到他脚边拼命磕头 额头很快血流如注 饶了你吗 规矩坏了 还怎么服众 拖下去 杰哥用力踢开他们 眼里闪着是血的光 李福 你这个不是好歹的贱人 竟然出卖我们 老子拉着你一起死 就在他们扑过来的那一刻 只听耳边传来砰的一声枪响 为首的男人当场领了盒饭 脑浆飞溅的场面 看上去极为害人 现场的气氛 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杰哥挑了挑眉 嘴边择力声 很显然比起杀了个人 对他来说浪费的子弹 都比活人重要得多 李福 你举报有功 这剩下两个宰字 就交给你处理吧 我面上一笑 眼底却杀气尽险 养不熟的狼不如喂狗 杰哥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 亲自命人抬进来了 隔三米的铁笼 里头是园区 特意饲养的大型藏骜 仅看一眼 就足够让人胆怯 更别说这些狗 压根就是为人肉长大的了 汪汪汪 汪汪 我一脚将脸色惨白的 俩人踹了进去 果不其然 龙里的猎狗 马上疯狂地 撕咬起了眼前的美味 很快 现场变一片狼藉 渗透在地面上的血 夹杂着咽气前的嘶吼 最终滚落到我脚边的两个眼珠 直接被我踩到了脚底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无不胆战心惊 他们显然没想到 为什么我跟他们同为受害者 却灰心狠到如此地步 即便这几人要跑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 何况 他们还有一样 将我一起就出去呢 只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早在进入园区的那一刻起 我就抛弃了良知和底线 也不会再相信任何一个人 作为消灌 即便我不出去 也不用跟普通猪仔一样 被卖来卖去 不仅如此 杰哥为了好掌控内部人员 经常对我偏爱有加 这一点 所以让我变成大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刚才那三人 的确是想带我逃出去不假 若是我早前没有偷听到他们 是因为嫉妒我的业绩和提成 想将我先奸后杀的话 或许我真会放他们一马 从今天开始 你们都要听从礼服的命令 谁敢跟他作对 就是跟我过不去 杰哥话音刚落 我在同伴们又惊又惧的眼神中 总算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相较于诈骗组 其实我的外貌形象 就算放在夜场娱乐 照样可以让他们 赚个盆满钵满 杰哥十分欣赏我诈骗的才能 才有意将我留在了这里 在我雷厉风行的管理之下 新进来的猪仔 也开出了个十万的小单 再这样下去 我将来在园区做个诈骗主管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升职之后的我 搬到一人宿舍 不用再住男女婚级的通铺 在这里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哪怕隔着一面墙 听到猪仔被电机开水烫的惨叫声 我却早已习惯了心安理得的入睡 3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的目标锁定了一个乡村农妇 得知这个消息的杰哥很是不屑 李福 这个糟老太婆有什么好骗的 你的时间就是金钱 她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利色 若是换做旁人 恐怕早就转换目标了 可我却摇了摇头 杰哥 这老太婆可不一样 我让后台技术人员做出了个神医的网站 紧接着就换上了包治百病的头像 做完这些之后 一条免费体检保健的信息就传送了过去 用户迟到的春天点击的那一刻 我就主动发起了聊天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 真的是什么病都能治 很好 原来已经咬勾了 但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通过AI换脸的技术 直接视频开启连线问诊 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 甚至参与抽奖活动 还可以领到线下的礼品 同一时间 后台对接了无数个不重复的AI病人 有身患绝症的癌症大妈 一个疗程下来 生龙活虎 有天生残疾的小孩 我让他重现了光明 病人们的回馈和感谢 刷满了直播间的弹幕 大家纷纷刷起了礼物 而我则表示 义无问诊 本就是退休的年纪 继续治病救人 也是为了悬乎即逝 不到三天的功夫 迟到的春天 每天观看的时长 竟然超过了十几个小时 终于 当我再次开播的那一刻 张妈便迫不及待地申请连迈 这个朋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说说 用了变音器的我 语速也放慢了很多 故意摆出的专家模样 让对方深信不疑 神医 您可一定要救我呀 还没等张妈说明情况 我就将她缠身多年的就急说了出来 您可真是太厉害了 隔着屏幕都能瞧得出来 我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的暗示着 上了年纪的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好好保养身子 恐怕连孙子都保不到 张妈一听被吓得不轻 按照我的建议 在植锅间下单了不少保健品 其实这都是些普通的药渣 别说是治病了 喝多了都会拉肚子 几个疗程之后 虽然气血足了 可你嘴唇发泽 可不是好兆头啊 不如你再买一个 颜年益寿的护肝片 也就五万块 我将她随时随地会猝死的可能 说了出来 实际上 但是因为她每天24小时 都在翻来覆去看我直播间 缺少睡眠才会有的症状 对面的张妈为难极了 五万对于一个农村妇女而言 实在是个天价数 何况家里的钱 也不都属于她一个人 不过这也没关系 我热心的为她介绍了个保健品贷款 骗她在网上抵押了房产 一下子就贷出了50万 她一步步按照流程操作 我跟着寻寻善用 理解 到账了 可以收网了 张妈 我什么时候能收到这些保健品呢 我冷笑着回复 去地狱里收吧 四 杰哥忍不住鼓起了掌 没想到一个农村老妇人 都能被你炸出50万来 厉害啊 也不知道她家里人 今后还会不会认她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不弄死她都算是好的 关于这一点 我当然是最清楚不过了 当年爸妈重男轻女 有了弟弟之后 就将我和姐姐契契避喜 村里的张妈就在这时 朝我和姐姐伸出了罪恶之手 她将村里 最不值钱的女孩聚在一起 明面上说的是 带着大家进城打工 其实背地里 根本就是连哄待下的 骗大家出卖身体 而她这个中间人 不仅两头收取费用 甚至在遇到不愿意的女孩时 直接找人用墙 我们这些无根的女孩 无疑只有任人拿捏的份 姐姐心疼我身子弱 哪怕 知晓了真相 也还是义无反顾的 用自己换来了我的活 她用卖自己得来的钱 给我治病买药 姐姐被张妈逼着出单 没日没夜的劳作 夜里 我看着姐姐伤痕累累的皮肤 除了害怕和隐忍之外 心里更是充满了仇恨 等到我年纪大了一些 姐姐便借着读书的由头 将我送到了城里 张妈靠着每年 源源不断被骗来的女孩 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虽然只是个农村的妇女 可到最后 就连买卖孩子的购当她也做了 你这个骗子 我要报警 把我的钱还给我吧 求求你了 你这是逼我去死啊 看着账号里发来的短信 我轻松一笑 那你就去死吧 张妈的儿子会不会逼死她 我可没这把握 只是听说 她的确有这么个不孝子 因为娶不到老婆 天天虐打老两口 如今老婆本都赔进去了 那老太婆 大约就只有偿命的份了 许是这些年的恶事做多了 她总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这不病急乱投医 总算送自己上路了 看着我处理的干净利落 没有一丝一毫羞愧感 道德心 杰哥感慨 礼服 像你这样的人才 无论到哪都能发财 听说你还是个高材生呢 我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最不缺的就是高材生 当初交上头名状的那一刻起 底细早就被调查了个一清二楚了 我受过穷 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我眼中的野心异于言表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既然都来到了这里 自然也是为了追名逐利 没有碌碌无为做猪仔的道理 杰哥目光多多的看着我 对视过后 开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干 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下班后 完成任务的猪仔 回到了八人一房的宿舍 剩下几个没完成的 需要接受每天的固定惩罚 这也是这里的规矩 李福 我求求你了 放我一码吧 大家好歹相识一场啊 亏你还是个女人呢 简直是个毒妇 你若是敢碰我一根手指头 我绝对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一旁负责看管的马仔 上去就是光光几刀 五 那人的脚趾一根根的被砍断 每一次割断的皮肤 还连着骨头 再次被硬生生的扯掉 之所以不砍手 当然是因为还有利用的价值 一旦连十个手指都砍完蛋了 就会被派去咽血 年纪轻的零零碎碎 卖个八十万 年纪大些的再不济 也能抽干血 换得大几千 此时此刻 心里说不害怕是假的 可既然都已经到了地狱 怕死才是最可笑的事 行了 今天替你们受罚的救他一个 明天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好运了 我无聊的摆了白手 作为诈骗冠军 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一旁的马仔一脸谄媚 刚才为我出头 自然是想要好处 我随手从杰哥给我的奖金里 拿出了五万 扔了过去 在这里 钱只有花的出去 才算赚的 否则 有命赚没命花的人多的是 刚刚被砍去脚趾的人 被人松开 极大的痛苦 让他的面部都开始静暖 礼服 你不得好死 哦 是吗 你想让我死 我故意放大了音量 实则早就察觉到了 角落里的杰哥 我故意凑近了鞋 让对方能够得到我 眼睁睁看着他 张嘴咬住我脖子的大动脉后 角落的杰哥 突然爆发出了一声怒吼 愣着干嘛 救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杀伐决断的杰哥 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真是难得 不过 老大就是老大 那威慑里不是盖的 即便眼前之人 再想要我的命 听到杰哥声音的那一刻 还是放松了牙口 随即杰哥一个用力 就将我拉到了怀里 看着杰哥恨不得 生吞活泼那人的眼神 我悄悄松了一口气 杰哥 这人怎么处理 迈了 事情解决完之后 我捂着脖子 装得十分难受 我送你去园区诊所 不用了杰哥 我自己去就好 以免下面人看到 园区里还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员工之间禁止恋爱 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管理层 和我这种随时随地 都会失去价值的住宅 若是被人发现走得太近 不仅我会被卖到别处去 即便身为领导的他 也只有挨打罚战的份 杰哥文言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从桌子上拿了十万 塞在我的怀里 要给我补偿 我立刻眼睛发光 笑着去了一躬 谢谢杰哥 我走到门外 脚步放缓 听到杰哥身旁的马仔 打去了起来 这礼服还真是掉前眼去了 切 这样的烂货迟早送窑子里去 说得也对 早想玩玩它了 我悄然回头 却见站在原地的杰哥 眼神莫名地瞟过 那几个说话的马仔 几个人当时进入寒蝉 立刻闭上了嘴巴 次日一大早 我第一个打开了公司电脑 思索了片刻之后 输入了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 你好 请问对刷单返现感兴趣吗 一单一结哦 发出去的消息 迟迟没有回应 怒 陆续续上工的猪仔 却恨毒了我的存在 礼服 这种几百年前都不用的诈骗手段了 还想开大单 做梦吧你 销售额第二的林珊 不停地嘲讽着 直到杰哥出现 他赶忙回到固定的工位上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刷单 这次能圈多少出来 我思索了片刻 从嘴边吐出了一个数字 不多 五百个吧 六 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众人被我的浮夸说辞 吓了一跳 搜索出来的账号 看上去是个有车有房的老男人 但怎么看 也不可能刷单刷这么多钱 我转过头看向杰哥 希望他能够增加我的本金 谁都知道刷单就像钓鱼 只有通过前期不断的反例 才会让对方欲罢不能 若是想到 守三百万 起码得有五百万的利润 才足够令任何人疯狂 可一旦失败 这五百万的账就要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了 下一刻 男人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 怎么刷单 能拿多少钱 按照流程 我一步步的引导 好在这次的诈骗对象是个老师 叫方天 很快 他就上手完成了第一单 恭喜 您的本金投入两百 反馈两百五十元 一比一点五倍的反例 让对方主动添加了我的私人账号 刚加上好友的第一句 就在询问下一单的提成多少 一天下来 高中老师方天 轻轻松松就赚了两千 这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一本万利的好事 像他这样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老师 似乎一点也不会担心自己被骗 接下来的几天内 就疯狂刷单十万元 周遭的马仔 都想让我收手 能捞多少是多少 可这还不足以让一个家庭彻底破碎 我依稀记得 他还有网上赌博的习惯 还曾经在朋友圈晒图秀过回扣 当然 大约是忘记屏蔽群组了 随后秒删 我针对这点 侧面透露出相关消息 方天果然上钩 主动拉下脸来问我 如何操作 我告诉他我是内部人员 有内幕消息 抓住平台的漏洞 就可以控制输赢 若是他不放心 大可以拿刷单的钱试试水 很显然 我的提议让他十分心动 白天的他不停地刷单赚钱 到了夜里 便和我一起在网上赌博 第一天赢 第二天赢 第三天赢 第N天输 很快 他过来问我 我今天怎么输了20万啊 你当初不是包赢的吗 我冷静地搪塞到 平台管控期 等到上头不审查 一把就赢回来了 很快 上头的方天越玩越大 而刷单反线的钱 早已支撑不住 他开始在我提供的贷款软件里套钱 殊不知 早在他点开网址的那一刻起 名下的所有财产 在一分钟之内 早已迅速于境外抵押 技术部疯狂套现 而这边的方天 还沉浸在虚假的网站里豪赌 杰哥 套出了900万 死 卧槽 李福你太牛了 没想到这老灯这么有钱呢 名下还有豪车 李福 你可真找对人了 我冷笑了一声 加上高利贷和被抵押的房产 方天这个畜生 这辈子都没法翻身 网赌的借款消息 对我发给了他所有的亲朋好友 反正那些东西 从不属于他 作为班主任的方天 一直戴着有色眼镜 以不同的手段对待贫富的学生 背地里收受家长的名车名表 有钱有势的同学 在他这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人 即便那时候的我是全校第一的好学生 却也经常被欺负的伤痕累累 我忍无可忍地向方天告状 作为班主任的他非但朝我泼脏水 甚至连我的姐姐都没有放过 那天 谄媚地送走了欺负我的 有钱人家的家长后 在休息室里 他侮辱了我姐姐 事后 还不屑地嘲讽着我们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一只机能交出了什么好东西来 待不下去就滚蛋 万一你被你姐传染了什么病呢 最终 姐姐选择了逆来顺受 为我忍下羞辱 在那座冰冷的城市里 他抛弃了所有自尊 只希望我出人头地 气 可那次之后 方天动不动以我惹事为理由 将姐姐叫来学校 实际上 不过是想多欺负姐姐几次 回忆至此 我暗暗攥紧了拳头 直到看到方天朋友圈当天的更新 这个自私懦弱的家伙 最终选择了跳江 一了百了 恐怕他到死都不知道 曾经那个他最看不起的学生 成了要了他命的人 开了本月以来最大的一单之后 园区里的人都对我十分友好 不仅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就连我和杰哥的关系 也敢说上两句了 上级领导们还特意给我批了一天假 虽然不可以出去 但好在园区够大 每个区都有不同的杀人特点 我可以随意参观 我难得化了一次妆 花费数万 买了一条最贵的裙子 无论走到哪 我都是那帮马仔寄予的对象 奈何知晓我的手段之后 却只敢远观 压根不敢动我一个毫毛 不知不觉 我就走到了关押那个女人的地牢 眼下光鲜亮丽的我 和里头全身腐烂 甚至没一块好肉的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负责看压的马仔 见来人是我 嫌弃道 这女人被杰哥弄得太狠了 不然高低给兄弟们玩玩也好啊 我微微皱了皱眉 问道 我能进去看看吗 就在牢门打开的那一刻 杰哥也走了进来 他挥舞着手中 沾了辣椒水的铁边 不停地鞭打着 女人早就嘶哑的嗓子 警务咽了几声 便没了动静 一旁的手下准备好了开水 要将人拖醒 见状 我害怕地钻进了杰哥的怀里 不禁撒起了胶 杰哥 这里好臭啊 我们回房好不好 我话里话外的暗示 让众人看起了热闹 如今我可是千万销售的人才 为了让我将来尽心尽力 他自然不会拒绝 绑定男女关系 也是让我留下来的好法子 打了个电话报备之后 杰哥笑着懒着我离开了 完事之后 杰哥发现我竟然还是第一次 能在诈骗园区找到了童女 简直和中道亿万大奖 没什么区别 就这样 我成了杰哥身边最受宠的女人 在此之前 杰哥的拼头无数 可自从我主动现身 他便每天变了法子的和我约会 送价值百万的珠宝 只为讨我欢心 他说 宝贝 以后不让你骗人了 做我女人吧 他说 等到老里的女人死了 我身边就只有你一个女人了 我默默翻了白眼 有谁不知道 园区负责声色场所的周倩 也是个不容小觑的角色 不少的姑娘惨死在他的魔爪之下 而他 一直将杰哥当做自己的男人 果然 没多久他找了过来 上来就说我的坏话 阿杰 你不要信他 他一定是卧底 自从我金盆洗手 就将所有诈骗所得交了上去 这般无欲无求的作为 在周倩口里 我成了另有所图 杰哥一双冷眸盯着我 哪怕昨晚还在耳边撕磨 但他依旧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一句话 便成功挑动了他的疑心 我后怕的冒起了冷汗 无论他相信谁 另外一个女人都不会好过 一旦失去了信任 就意味着危险降临 我眼眶一红 反驳道 我之所以不再干电诈赚钱 明明就是你派人要砍我的手 八 我将他威胁我的事说了出来 将男人怀疑的点 转换成了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几番争执后 我装作气愤不已 打出了刘洁腰间的手枪 对准了周倩的脑袋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 除了刘洁在外的所有人 一拥而上将我围了起来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杀了倩姐 礼服 我要你偿命 我憋着一口气 反驳道 我是个女人 我没有理由和另一个女人分享爱情 更何况他还想害我 杰哥 我是杀了周倩 可这段日子 我也发现了他一直在收手回扣 和外面的人有勾结 看着我信誓旦旦的模样 刘洁微微眯起了眼睛 老大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是啊是啊 他根本就是个祸害 还是送回电站园区吧 我静静的等待着他的回答 哪怕我并没有把握全身而退 杰哥 能做你的女人我很开心 这辈子就无缘了 说吧 我再次举起了手枪 只不过这一次是对准了自己 行了 还不赶紧给我住手 刘洁狠狠的叹了一口气 摆明了态度 周倩这件事我会查清楚 叶总会不能没妈妈桑 从今以后 你去管 这一下 我不仅除了个对手 还一举升职 地位也提升不少 刘洁的阻挡也让我看到了他对我的信任 说什么爱不爱的 那就太假了 园区可不相信爱情 为了表忠心 接管了叶总会的我 第一时间就对国内的女孩下手 打着高薪就业 招聘境外公主的广告打了出去 我给了小弟一个号码 让他装成高富帅和一个叫于瑶的女孩谈恋爱 印象中的于瑶 本就是个好吃懒做的小太妹 高中三年和各路的混混谈恋爱 没考上大学直接去做了陪侍女 当年 只因她的痞子男友多看 露我一眼 夸了一句好看 我就成了她放学围堵的对象 你个小浪蹄子 连我男友都敢勾引 跟你出来卖的姐一样下剑 把她都抓住 我非要毁了她脸不可 虽然最后被巡警发现 我逃过了一劫 可在学校里的那段日子 却是我一辈子会不去的阴影 如今 解决阴影的时候到了 专业的杀猪盘里 各个都是高富帅和富家千金 以于瑶的贪财烂情程度 轻松就上了钩 小弟很快过来汇报 理解 人已经过境了 我派人去接 我瞬间来了精神 美美的化了妆之后 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停在了我眼前 不 不要啊 大哥不要杀我呀 我求求你们 放我走吧 我家里有钱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于瑶 显然路上遭到了虐待 我一袭红裙 顾盼生姿 当着刘杰的面 笑着抬起了她的头 怎么样 杰哥 讲得不赖 送你那去调教几天 就开工吧 此时的于瑶 与我对视的那一刻起 立刻反应了过来 竟然是你 是你故意将我拐到这来的 对不对 见到熟人了 于瑶再也忍不住宣泄了出来 我挥了挥手 将人关到了小黑屋里 接下来就是服从性管教 十几个老少街 有的男人走了进去 几下挣扎和凄厉的惨叫过后 就没了动静 我相信 以他的天赋 很快就能适应一次性 接这么多的客人 这件事过后 杰哥对我越来越信任 甚至我可以坐着园区的车 像其他游客一样 去逛商场 打卡拍照 只是到了夜里 又要回到那寂静之地 去有三年的时间 我在这里混得如鱼得水 再也不用担心 下一刻会被转卖到哪里 趁着刘洁出境谈判 我顺利用偷来的备用卡 来到了顶楼的会议室 这里收纳着园区所有的机密 和人员名单 偷了这个东西 无论去哪都会遭到追杀 但我毫不犹豫的 入侵了刘洁的电脑 将里面的涉案文件 全部拷贝了下来 谁料 还没等我走出园区 刘洁却杀了回来 他脸色十分难看 小福 把东西交出来 你这么做 根本跑不掉 东西也根本送不出去 我差点笑出了眼泪 刘洁 只要这个东西被公之于众 你就算是有八百条命 也不够死的 我咬牙切齿地大喊 刘洁动了动嘴角吩咐了几句 那个长年被关在牢里的女人 再次被拖拽了出来 他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我心中一寒 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福 你姐姐的命 就在你手里 话毙 刘洁就将枪口对着了姐姐的脑袋 当年我大学毕业 正是赚钱养姐姐的好时候 奈何老天爷不开眼 我大病一场 急需甚远 为了能够尽快为我安排手术 姐姐偶然接触到了境外诈骗分子 几经辗转 被警方纳入卧底的名单内 而我也因此 第一时间得到了救助 恢复健康之后 我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得知了真相 毅然决然地以高材生的身份 摇身一变 干起了诈骗 我咬紧牙关 强忍着心痛问 你早就知道了 这三年里 这一切却终究是净花水月 我还是被发现了 刘洁看着我绝望的样子 反而疯狂大笑了起来 哈哈 你真以为我爱上你了 要不是你们两姐妹 我还清空不了 守在边境的其他卧底呢 我不敢置信般地瞪大了眼睛 你故意拿我作耳 一旁马仔一等不及 跃跃欲试 老大直接一枪崩了这件人 是啊 竟然敢骗我们这么长时间 原来是卧底 弄死他 刘洁自认为胜券在卧 根本没在怕的 一脸得意 礼服 要不是看在你有诈骗的天赋 你以为我会上你 要不是为了钓出其他隐藏在湖面下的鱼 你以为你和你姐能活到现在 我望向姐姐 眼底有无限歉疚 姐 是我对不起你 没本事把你救出去 姐姐痛苦的神色之下 嘴角却弯起了弧度 微微向我摇头 比着口型说没事 从进诈骗园区的第一天起 姐姐就认出了我 为了能够确定我是否平安 她宁愿忍受着折磨艰难活着 这一坚持 就是三年 我抬头望天 压下无尽的内疚和即将冲破眼眶的泪水 定定的看着远方天空越来越近的那黑点 黑点越来越大 随着轰鸣声传来 刘洁面色巨变 那黑点是武装直升飞机 呼啸不断的警笛声 此起彼伏的响起 我勾勾唇脚 来了 十 下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立刻举手投降 放弃抵抗 这会轮到刘洁吃惊了 岂不说警方是如何找到窝点 若是没有证据 有关部门也无权于境外发生冲突 如此明目张胆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见此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李福 是不是你 我中 于笑了起来 直接将手里的U盘扔在了地上 你真以为我会这么傻 会拿着资料靠两条腿逃跑吗 刚才的缠斗对话 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想过拷贝文件逃走 而是利用高科技设备 短暂的黑了园区的系统 恢复了顶罗网络 用刘洁的电脑 将证据直接传送到了公安机关内部 所以在刘洁出现 打算亲手捉拿我的那一颗气 他就已经输了 拖大 就会败北 妈的 臭婊子 你竟然敢耍老子 刘洁失控地对我举起了手枪 我坦然准备迎接死亡 妹妹 跑 千军一发之际 姐姐猛地扑向刘洁 试图为我争取逃跑的时间 砰 看着姐姐倒下去的身体 姐 我喃喃落泪 脚下去没动 周遭皆是亡命之徒 我跑不掉的 刘洁恼羞成怒地将姐姐一脚踹开 再次朝我冲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今天是跑不掉了 想让我死 我现在就拉你陪葬 砰砰几声 我身上不出意外的重担 天旋地转之间 我看着园区的大批人员四散而逃 电网之外的警察们穿着防暴服 已然冲了进来 我强撑着看向刘洁 吃笑 刘 刘洁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离心试探吗 从他故意在电诈组优待我 再到后面地牢里的试探 早已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 我不傻的 他想着利用我钓鱼 我却也是顺水推舟 我压根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我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 袖中的匕首 狠狠地捅进了刘洁的心脏 每个同床共枕的那些日子里 我做梦都想杀了他 亲手了结了这个罪恶滔天的男人之后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姐姐身边 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姐 我来找你了 传送证据后 我最后被警方留下的遗言就是 请将我和姐姐葬在一起 下辈子换我来做你姐姐好不好 全文完